哈囉大家好我是翠翠 我們終於要來開 飄洋過海蟲日本 過很久才來的耳環了 我好想要開其他幾包 但是我要一直忍著 到今天沒有開它 終於可以開它了 那因為我之前有在直播裡面 答應大家說 因為耳環的複數比較少 大概只有 我好像只買了四副 所以我會另外開一個 我最近在另外一家直播裡 有介紹的女主角視頻店裡面 買的三副耳環 這樣子影片的時間也會比較長 內容也會比較豐富 好期待喔 它們都不怎麼開 其實我有不小心把一個打開 我 我收到第一個包裹的時候 我想說 我買了什麼啊 欸我買了一箱啊 然後就打開 然後拿出來 啊是耳環 我又沒有為了把它放回去 所以它已經被開口了 但它裡面就是一個盒子 然後盒子在運送的途中 已經熬掉了 還是因為它耳環壞掉 它是幫法門少女的耶 裡面有一張像卡片的東西 一枚好玩的禮物 方法一 白拍小道具可以黏在頭髮上 找適合的角度按快門 方法二 貓咪的小頭飾 什麼意思啊 我的不是買耳環嗎 喔喔喔喔喔喔 它有送一個禮物耶 它長什麼像粉蝠耶 貝雷帽 哦對x3 是貝雷帽 然後它後面是魔鬼張耶 所以它就是真的是可以黏在頭上 所以它是可以 喔好Q喔 好Q喔 好Q喔 它可以用來黏瀏海嗎 不行 它太小了 它真的只能就是拍到用 好可愛喔 好像婆婆一個馬卡龍喔 我等一下要去玩玩看本丸 雖然我覺得本丸應該不會讓我玩 它好玩 它是不是有種 那種畫家感 所以一個風吹 最後是我們的耳環 球掉了 這個球 可以可以可以 它是用卡住而已 嚇死我了 但我很喜歡它的耳環卡 它耳環卡是白色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反光 就是它上面是用壓印的 然後有畫夢咪的紋路 然後露墊 還有他們的墊名 很可愛耶 而且是一張後卡紙 我覺得蠻有質感的 我們就統一把它開完 最後再一口氣試袋 就跟那時候買衣服的時候一樣 好 要來看下一個囉 下一個我會有點期待 因為我覺得它的包裝袋好可愛喔 現在是流行這樣嗎 都一定會有一個可愛的卡片 盒子 看它長這樣 好可愛喔 很像什麼墨水罐之類的東西 喔 是那個 鮭魚刺繡 看好可愛喔 但是我覺得它的鮭魚沒有我想像中的 這麼細緻耶 你看 還有一些毛邊 但是如果你是戴在耳朵上的話 就是不會近看 我是覺得還好 鏡頭前面看起來是不是很厲害 就是很像專業擺拍 來喔 真的是很煞風景 冰湯可愛 這個好像也是台灣的 這個是那個 鮭魚的 是你最看好的那一支 還有兩封信 好一封信是 我覺得應該是試銀布 所以它應該是我送的試銀布 喔沒錯 打開裡面是試銀布 你說女生怎麼可能 會不繼續買這些東西 對不對 他們都那麼貼心 這麼為你著想 一張是他們的名片的卡 它蠻美的 是一個手繪的 然後另外一張 它有淹過的好嗎 這是不是很熟悉的開出 希望這作品能讓你悠悠美好的心情喔 怎樣 一看到瞬間 有點美 它一開始打開就長這樣 是不是有點美 是反的 對是反的沒錯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的 平面比較好看 對不對 兩個眉毛 是兩個翅膀 好 它是不是那種 圖案然後上面有 薄薄一層玻璃的那種 你選的 給它一個評價囉 平平常都還要寫實欸 寫實 對啊 你本來以為是水墨畫風格是不是 對 相對的好像細節蠻多的對不對 有點像那個色鉗筆的畫風 不太像水墨 對我們本來以為是水墨才賣的 怎麼辦 現在把它推貨嗎 塞了去 不會啦 我覺得還是很好看 欸你看它好笑喔 它就是可能變八字眉 還在成了它的眉毛 八字眉 喔好像鼻毛都放在這裡 這樣都破壞我的形象嗎 喔你看好笑喔 好笑喔 嗯 嗯 對 你知道我等那麼久 應該是很值得吧 就是感謝你的購買 希望你會喜歡 盒子蠻美的 是白色的 欸不能直接拆欸 要拆開欸 所以它這是每天用手打的嗎 你趕快拆 它為什麼要把我搞的 就是很心臟癢癢的啊 喔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在一片雲上面 OMG 還有一片棉絮的嗎 雲 OMG 好了它贏了 它在一塊雲上面 好美喔 我覺得它真的是有色斟酌 然後它的筋編什麼的 好美喔 這個這個完全值得等待 還好我那時候有印下頭皮買它 好對 好美喔 好美喔 這個我覺得我這次買都蠻好看的 那我這次就來分享我自己最近買了三個 那它這個是 我沒有業配喔 就是我最近剛好買了他們家的女主角飾品 然後我買了三個 它這個蠻有趣的 它每一家裡面都會有一個小卡 這個是第一個系列 因為我自己蠻喜歡 特殊食材的石頭 或者是珍珠類型的東西 就是一個小花 這個系列叫做冰青玉結 不覺得很適合我嗎 為什麼不點頭 它是俠客型系列的其中一個二環 這個是我們目前最常戴的 那我覺得很百搭 然後又很實用 大小也很剛好 它是一個綠色跟小珍珠的結合 然後我覺得這個應該會也蠻適合 頭髮不同長度的女生應該都蠻好搭的 它的P系列叫做天上人間火青秋 我買一些就是很符合我氣質的東西 是葫蘆 我很想要反駁你 但我也你一講我就 是不是像葫蘆 覺得有點像葫蘆 還沒有 好 最後一個 我比較少戴它 因為我有點 不太敢帶比較大氣的東西 不是 我跟你說它叫做 它是吉星高照系列 脫塵埃 然後它就是有點像是隕石 或者是什麼的感覺 星星掉落的一個設計概念 我那時候以為 會是現在的三分之二大 然後它就是來了 本人超大 蠻重的 超重的 對 就比我想像中大蠻多的 然後它的那個中間那一塊的地方 大概有一個女生的食指 快要到一指節這種大殼 有點帶不出去 我就是很少大耳環的人 我覺得大耳環的女生要長得很有性格 你不要還人家的耳環 你真的很煩 還我 你弄壞了 我沒帶子氣 是不是可以進入世代環節了 因為我是本來就有耳洞 是我生年的時候我媽媽帶我去穿的 所以我就都是蠻有耳針的 我每次要帶耳環的時候 我身邊的男士都會露出 他們就覺得你在拿針搓自己的肉 不錯吧 其實大小差不多 不會很重 它的針是大幅度的針 所以其實蠻好帶的 好可愛喔 它不會晃欸 我以為它會稍微晃一點 就是感覺刺繡跟金邊沒有很大 有點高級 但是又有點可愛 是不是有點尷尬 對尷尬 再來是這個 金魚的 這個是不是應該要帶一對 因為它是有方向性的對不對 好 好 感覺有點黑色的東西在耳朵上 然後會有點性格 然後近看又可以看到一些小細節 我覺得這個應該蠻適合 比較裝性或是喜歡有性格的東西的女生 這樣子 我還蠻喜歡這種 遠看的時候是一些漂亮的顏色 然後近看的時候又有小細節可以看的東西 感覺是一個皮膚白皙 黑色的顏色 黑色的顏色可以搭 好就是皮膚很白 然後 穿著比較俐落的 再來是 我期待已久的 我的文像果汁 耶 剛剛很有氣質啊 因為想說還要小 你說戴上去以後嗎 看起來沒有很明顯 但是就是遠遠看會覺得很有氣質啊 就是有一個小小的物件在那邊 這個就是你去參加 就是活動 或是跟你們吃飯的時候戴 然後你的姊妹就會坐在你旁邊說 哇真的好酷喔 你耳朵超美的 然後你就會很開心整天 不管戴什麼 姊妹就會這樣說嗎 不一定 有的姊妹會就是如果真的覺得還好 他就不會提這件事 再來就是帶我自己買的這三顆 第一個是 只有一顆玉珠紙在上面 其實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會不會以為它的 紋路會再深一點點 但是買來也會覺得還好 因為你看就是有點珍珠色啦 我覺得這個色調也還蠻適合 就是喜歡比較淡雅風格的女生戴 其實現在很少的女生在帶玉的吧 我覺得嗎 帶玉是很酷耶 大部分女生在帶金屬的吧 好像賣的也不多 我覺得蠻喜歡的 這是我第二個常戴的東西 如果 因為最近夏天不是很熱嗎 所以我如果有綁頭髮的話 好 尤其要戴耳房我就會戴這個 再來是這個 索青秋 這個跟那個 巷子的那個有點像 它也是有點細細的 如果你喜歡比較豎靜的那種風格女生 也可以戴戴看這一種 它是珍珠跟玉 這個它比較蠻便宜的耶 所以不確定質料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蠻好看 都要記得如果你 因為最近夏天嘛 所以戴完的時候 盡量要用那個 酒精免布擦一擦 因為有時候就算你耳朵沒有傷口了 但是它在戴的時候 還是容易有污垢啊或什麼 這樣你下次戴很不容易過敏 這個很重的這個 感覺戴久了耳朵會變大這個 戴久了耳朵會很酸耶 耳朵很酸是什麼概念啊 耳朵的異缺啊 我為什麼戳不上去啊 你看它超長的耶 這個感覺就是要去參加比較重要的活動的時候 如果你的衣著比較正式 就可以稍微戴一些比較大氣的耳環 在戴的時候是可以感覺到的 會有一點點重 但如果你是戴大耳環 習慣乳神應該就覺得還好 你去做重訓的時候可以戴啊 這不是很容易勾到東西 然後我就把我自己的耳朵扯到嗎 就是耳朵跟整體都一起做重訓 不想會 我不想接這個花茶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買的所有耳環開箱 我要自己來算是排序一下好了 我自己覺得我未來可能會最常帶的排行榜這樣 我覺得最常帶應該會是橡果子這個 因為我真的很蠻喜歡它的造型跟質感還有它的風格 它應該是第一名 我就不把我自己買的排進去囉 第二名我覺得應該會是貓咪吧 因為這實在太可愛了 不覺得很符合我們的身分嗎 這兩個就是 應該還是金魚會略勝一籌 然後最後才是鮭魚這個 因為鮭魚這個感覺好像跟我想像中有點不太一樣 比較好像跟我沒有那麼適合的感覺 我很喜歡這個東西 非常謝謝金家送了我一個這個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開箱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集的內容喔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新頻道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掰掰 你為什麼沒有掰掰 我 我 掰掰 不建議